我都冒著生物而已 你今天遲到了 所以你沒有聽到你的音樂 什麼文藝 三個字 好 我們這禮拜找到波數 來 我們可以稍微呼吸一下嗎 什麼是波數 波數就是 就是 一個波的速度吧 什麼波的速度啊 就是一個波跑的速度 跑完一個波是怎樣 我們講速度 速度知道嗎 什麼是速度 距離除以時間 距離除以時間 距離除以時間是他的計算方法 那他的意義是什麼 意義是什麼 一個單位在移動的速度 什麼叫一個單位在移動的速度 那還是沒有解釋速度的意義啊 什麼是意義 意義是什麼 速度的意義是什麼 速度 什麼是速度 我們把這個計算方法寫下來的 你可以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嗎 譬如說我先告訴你說 我把 蘋果的數量 速度上人數 這什麼意思 在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 那些蘋果可以分幾個蘋果 是這樣的意思嗎 不要 一個人 每個人 每個人 可以分多少 對不對 那好煩喔 就是這個意思 每個人可以分多少 分多少 分多少 對不對 對 那這邊是什麼 要講反的好嗎 這邊是什麼 Hello Hello come back 這個是意思是什麼 對照剛剛的說法 這是什麼意思 說看 一個時間所走的距離 每一個時間所走的距離 每一個時間所走的距離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這個時間 可以走十公尺 是這個距離要走多久 阿虎這個時間可以走兩公尺 誰走的比較快 剛剛說走的快啊 是這個距離要走兩公尺 和這個距離要走一公尺 好這個我們剛剛 腦袋裡面很清楚可以分片 頭子的話應該要負電武器 好不好 好OK 所以 這是速度的意思 對 乘在波速 波的速度 乘在波的速度 來說一看乘在波的速度 愉海 乘在波的速度 速度什麼意思 我考慮的波速 波速就是 一直抖一直抖 幫我先走 呃 多少時間能走多少距離 多少時間能走 多少時間能走 應該是 剛剛講的速度的意思是 每一個時間喔 不是多少時間 是每一個時間 所走的距離 對不對 這邊是說 每個人可以分到的蘋果數 對不對 這邊是每個時間 所走的距離 對 那所抖的速度 是什麼意思 一個玩的 或所住的 時間 因為在周期 不是在波速度 欸 可能不太一樣 你說什麼 沒有 我剛剛在說一下 好 徐姆說什麼 徐姆我們再說一遍 一個外面 一個完整的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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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徐姆所做的是周期的意思對不對 剛剛講的一個完整的波速度 需要的時間 是不是周期 是周期的定義 跟波速度有點差 那什么叫坡数?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这个坡在一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可不可以这样讲? 这个坡在一个 你觉得哪里不对? 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都不对?你听起来很奇怪 其实我刚才刚才讲 速度的意思是每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坡数的意思是说 这个坡每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你在讲什么? 我只讲他一个坡啊 没有看坡的时候速度的意思是什么? 每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坡数的意思是好像说 容轩的速度什么意思? 坡数的意思 容轩每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遇寒的速度什么意思? 遇寒每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那坡数什么意思? 坡每个时间所走的距离 这样子知道意思吗? 嗯 每个时间 譬如假设这边是用秒 每秒所走的距离 假设这边是用分 每分钟所走的距离 我会说不固定 你路上不固定 你的速度跟容轩的速度不会一样 容轩的速度跟越来的速度不会一样 今天不会除了说团跑之外 特别跑的速度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坡很特别喔 坡很特别喔 我们现在讲话的声音 传到偶尔的耳朵 是靠什么? 这个声音是靠空气传过去 是不是? 骗子 是不是? 那我如果在这边 敲 然后你们把耳朵 趴在桌上这样听 这个声音怎么传过去的? 因为我刚好翻到对面吧 是靠木板 对不对? 所以声音的传递我们也学过 声音的传递可以靠水啦 可以靠空气啦 可以靠木板啦 可以传递声音 那是不是 在不同的戒指 我们就叫戒指 传递波的东西叫戒指 戒指 戒指 传递波的东西 就是戒指 我们可以看到 是每个戒指 在传递波的时候 会得到不同的波数喔 每个戒指在传递波的时候 在传递波的时候 就要不同的波 例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现在站这么远 我对 对 轩语讲话 对 他们距离跟我差不多 对不对? 他们可不可以同时听到的声音 可以 基本上应该同时听到的声音 也就是我的声音 在空气的速度是一样的 我的声音在空气中的速度是一样 也就是说 你在一个戒指当中 相同的戒指 相同的戒指里面 你的波数会相同 你的波数会相同 我在同一个戒指里面 波数会相同 那我如果在木板敲呢 敲木板 我的声音传递会比较快 比较慢 那我猜猜看 比较快 应该差不多吧 比较快 快很多 比较长 不是 不是比较快 点了一秒 是差不多 突然 你有没有看过电影说 诶 听火车 听火车 火车快来了没有 你可以靠着铁轨听一看 如果听到已经 刚刚被抓通通通的事 表示火车快来了 可是声音还没有传到 如果空气中的声音 还没有传到你耳朵 可是你一听铁轨 你一看也听到声音了 或者说那古兽 你看过古兽 如果武装古侠的电视剧的时候 那个要听天亮之后被追 怎么样 听地板 听什么 听马的声音 又听脚步声 很远的人 骑着马 跑过来 咕咕咕咕咕 声音还没从空气中传过来 地板就已经有感觉了 所以听着地板 就可以听到声音 所以 地板 地板 地板没有感觉 但是你靠着地板 你可以听到那个声音的感觉 好 在以前古兽啊 三国时期 他们那个 有很多城墙 城墙很难突破啊 比如说这边是 这边是城墙外面 别人要攻击很难攻击啊 那是因为他们科技普通 所以 那城墙是会从地底下开始盖 这样子才不会 等一下随便挖地道出去 可是因为盖的很深 没关系 从这边开始挖 我还是可以挖出去 所以想要突破一个城墙 非常困难的时候 很多个做法就是挖地道进去哦 我就挖地道进去攻击 那你怎么去防棒挖地道 因为挖地道 就不会在你面前挖 他可能两公里外 就开始挖了 你根本看不见 或在树林后面 这边很多树啊 很多树在树林后面挖地道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你们在挖地道 每天就叫人在旁边 一直跳一直跳 一直跳 他们挖到下面 就一直在下面 不是 比如说 听地板 听地板 对 他也不是听地板 他会在里面哦 在这个墙 城墙下面这边 他会挖很深的洞 然后这边埋上一些哦 就那样种的哦 埋在土里面 然后这哦里面 这边的震动声音 会传递过来 会加大 就好像那个 弹吉他的音响一样 音响会有 会有音响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洞 听那个洞里面有什么声音 你听到声音就知道 看有人在挖地道 好 那这种方式在去 去听 远方有没有 奇怪的事情发生 好 那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声音从那边传 传不过来 而且声音扩散得很快 可是地面很快 你把声音传过来 你可以很快 接收到地面的声音 好 但这个技术 好像是传的 听说是那时候是 三国时期 好像是 据说不知道是 莫子还是谁 他们发明的 可是如果 他挖得够遠 我就 还是一样 给朋友才没挖 还是用可能离开 对 可是他正中间是出来了 还是用可能离开 这不是绝对的 可是 只能说 就一般的想象说 我觉得你总会从来别挖 然后你的声音 我经常可以听到 要在水上面 然后让这个水发电 就没有 你说 莫子是三国时代 莫子是三国时代 哦 不是 是出就战国 是出就战国 哦 修一 你的历史没有读好 对 我历史没有读好 所以不敢去教历史 这就是战国时期 对 可是我觉得修一 以 以平均来讲超强 以玄和平均 没有啦 我不好意思 谢谢你 人家几岁你几岁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戒指 那 海里面的坡都一样速度吗 蛤 海里面的坡 还是海里面的坡 海里面的坡是一样速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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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一样 你应该一样 不一样 你相信它是一样 你相信它是一样 说不一样的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看它会 从这边到那边速度不一样 海的坡是不太一样 是因为它的生前的关系 哈喽 哈喽 是因为它生前的关系 我们上次有讲过嘛 假设我现在是一个 这位同学 这位同学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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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坡 它在海里面的坡 你就想像在海里面的坡 又是那个 我在坡开行程的时候 事实上我带东西 是不是整个 整个它吹成下方所有的坡 都要跟着移动 基本上是这样子 是跟着 做上下的移动 如果这坡很深的话 它实际上相对来讲 它要带动的东西比较多 好相似喔 你可以想像这样 或者换个表较 这是一条绳子 有粗或有细 假设这是一条粗的绳子 我把它摆上来 我是不是需要比较 比较多的时间 比较多的能量 所以通常你比较粗的绳子 它的播出会比较慢 比较细的绳子 它播出比较快 或者是这样讲 这条绳子 我拉得很紧 你自己跟我拉得松不松的 哪一个穿得比较快 松不松的 啊 紧紧的 紧紧的穿得比较快 因为紧紧 它拉得很紧 就像它躺着很紧 一这样拉拉 它马就穿过去了 可是松不松的话 它就比较没有力的感觉 它带不带动 它带不带动 松不得好像就没有力了 所以说你甩大 就比较很高 再讲一遍 好 譬如说松不松的跟机 你可以当想 木头跟空气哪一个比较紧 一定是空气 你在讲反话 我从一开始不要讲这些 所以木头比较紧 对不对 所以木头传递事情很快 空气啊 空气比较松 所以空气传递事情比较慢 速度比较慢 影响一个绳子 影响一个绳子的 戒指的性质 有什么 它的紧度 对不对 这绳子很紧啊 拉得很紧或拉得不紧 还有这绳子的什么 粗细 就是它重量 对不对 因为如果这是一条干绳 或者是一条牛绳 或者是一条绵绳 或者是一条草绳 它的速度不一样 它的密度不一样 它的粗性不一样 它的颈度不一样 它所传递的波速就不会相同 那在我们所接触的空气当中 我们空气的差异性很大吗 空气的差异性会不会很大 不会齁 所以基本上空气的速度 就我们去讲的是一样 它是要影响空气的速度 我们叫做 在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的速度 这个灰条会挡到它一下子 对灰条会挡到一下子 声音在空气中的波速 我们特别开明的叫做声速 你要声速谁 或者是叫做音速 就是声音在空气中传播 这个波的速度 叫做音速或声速 这个速度呢 大约 大约等于330公尺左右 课本不知道写多少 3123 300左右 大概是范围 它有影响的 我们讲过了 它跟它的绳子的紧度 密度有关 空气来讲 跟谁有关 对空气来讲 它的声速会做什么影响 会做什么影响 会做什么影响 空间密度 空间密度 空间密度会受什么影响 空间密度会受什么影响 温度 非常好 会受温度的影响 还有咧 我们在讲说 今天天气很热 所以它的 它的气压高还是气压低 气压高低 身上跟它的 密度是有关的 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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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简单来讲 是一个温度 另外一个调定就是 就是湿度 那如果要讲的话 还有就是它的压力 空间的压力 这些都会影响到 我们的声音传奇的速度 比如举个例好了 在空间非常稀薄 非常稀薄的地方 声音速度是很快 声音速度是很慢 声音速度是很慢 很快 声音速度是很慢 声音速度是很慢 诶 快啦 诶 你讲错了啦 诶 我是全知全能的万能的神 来 换你来三个 对不起 诶 诶 好 然后 速度大概这样子 所以说 嗯 就没了 声音速度大概这样 就几乎是没了 还有什么东西 光 光 等一下讲光 好 那这些声音 有时候我们在传递的时候 比如我现在讲话 好 我没讲了嘛 声音是让 我再换个波 好 这是一个波的形状 通常这个波的高低音 我再有点复习一下 波的高低音叫什么 叫做波 正鞋嘛 正鞋嘛 正鞋的高低音 就声音的表现材是什么 大小声 不是哦 不是高低 不是高低 是大小声 那我说大声小声 你跟我说不对 你刚才讲大小声吗 你也靠北 是啊 我刚才回答他 我刚才他讲不是他 因为他讲了说批率 我跟阿卜说不是 我没有再跟你讲话 超过分的 大家都听到 是他说不是我才换的 你想怎么换的 你为什么不能坚持你的想法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对的话 如果你的答案是对 你为什么不坚持 我坚持干啥 因为你是全知全能万能力的神 你上念的神 所以我当然要相信你 你也不用呼应我 你也不用呼应我 如果你讲的是对 你就不用呼应我 你说 你刚才说不对 这句话有问题 我说的秘密是对的 我说的秘密是对的 我不行 我是全知全能万能力的神 你是在我之上的 回来回来回来 我必须相信你 好 这个高度叫做什么 高度叫做正鞋 它的表现就是声音的大小 因为刚才我讲话很大声 这个正鞋就是 大声是什么 对我不知道大声是什么 对不对 好 那比如说 讲话声音很 像刚刚那个书讲 频率跟谁有关 频率指的是每分钟 每秒钟几次嘛 就是频率 每秒钟几次就是频率 频率跟谁有关 频率的表现是什么 周常 什么 周常 周常 频率是什么 音高 音高是声音的高低 是声音的高低 对不对 声音的高低 对 我们讲高低 音 对 就是高低 那你觉得哪个 哪个低音的波长 低音的频率比较小 还是低音的频率比较高 比较大 比较小 比较小 小 我每秒钟震动100次 跟每秒钟震动1000次 你听起来谁比较高低 当然是100次啊 你又在讲反话 我谢谢你 当然是1000次啊 你看那蜜蜂 或者是蚊子在你耳朵 叫那声音是高低 所以我觉得你说错 我要坚持我的想法 你再讲一遍 我觉得100次的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 他只有100次啊 那谁 手上有钢的词 那谁可以救一下 钢匙 借一下 借的词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词 我们做个挺大线 我现在压在这边 我这边是比较长的 大家可以跟他一下 这声音 跟我压多一点 声比较高一点 那个声 比较短的 比较短的声音 所以低音 低音震动比较多一点 对 对 对 你看吧 你看吧 低音震动比较多一点 就频率比较高的意思吗 对 你看 水母也同意我的说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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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在想 什么 找一个比较容易观察的东西 来看 没观察 好 ok 我告诉你 他直接丢 我现在手上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 比较是 啊 吉他 啊吉他 你敢 算了 大的词吗 大的词在哪里 收工的词 好 收工有很多大的词 好 你要去帮我拿 谢谢 加油 加油 不要 哈哈 好 小夕我知道 然后最大方法 不是说自己要做的更远 算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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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震动的东西 好 好 我们 下课 下课 我在想办法找个东西 来给各位看 但是震动频率很快的 速度很快的 震动频率很快的 频率 好 频率 好 频率 频率 频率很大的 相对来讲 他的声音是很高碰的 然后频率很小的 他声音是比较低的 好 我比如说 你看看大鼓是这样 噗 噗 然后大提琴 蛤 大提琴 大提琴也是啊 他的震动的频率是比较小的 好 可是 同样的兜 好了 假设同样的兜音 抖了一把手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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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手 同样的兜 小提琴拉出来的兜跟钢琴弹出来的兜音不一样 有 音 那叫音色吗 音色 这等于是用敲的音色拉的啊 一个敲的一个 那 木琴的兜跟钢琴的兜会一样吗 不一样 也不一样 阳琴的兜跟钢琴的兜一样吗 我喜欢拖形不同 拖形不同 什么是拖形 拖的形状 拖的形状 你可以具体演吗 跨下阳 假设阳语了 那个 没有严格之前才长这样 严格之后 它的声线可能会再往上打 也会变成尖 以后变成这样子 这只会变大声 对 这只会变大声 这没有改变 这不是改变意思 我知道 你知道吗 你要把它 缩小 缩小 缩小是频率的问题 假设我现在跟它一样大的坡 它的头会变迁吧 还是怎么样 OK 变迁是一个关键点 假设我 假设我的坡 越线越高 不知道 不是 不见得是越线越高 这个声音的 我们高低音 决定的是这个 频率的大小 频率的大小 频率越大的是声音越高 频率越小的声音越低 可是我的声音 有可能是这样子 有可能是这样子 太奇怪了 好恶心 不怕没了吗 原来是抖动啦 怎么会坡 九尾你最后一个那个拖出来是 好 你知道大部分的坡都是长的 我看绿色化的东西 它不会是个单一的坡 我们讲说喝咖啡有叫单品 对不对 单品咖啡 另外一个叫什么 酸 另外就是调合咖啡 调合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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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今天吃的是这个 曼特尼 或者是今天是巴西的 这是单品咖啡 我今天吃调合咖啡 可能我就叫曼巴咖啡 那曼特尼加巴西咖啡 或者是曼特尼加巴西咖啡 或者是曼特尼加巴西加点蓝山 那麦球莲多辣 没有曼特尼多辣 谢谢 所以要调合咖啡 我们每个人的声音震动 你的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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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钢琴的震动 他绝对不是只有那根弦的关系 就是 他还有跟他弦旁边固定的东西的震动 没有 他音箱也会震动 对不对 他绑那个弦的地方也会震动 他是不是一首要的会震动 什么 练吉他不是怎么样 他没有练吉他 他没有音箱 但是他还有固定血的地方 他整个电极 整个电极他都会跟着震动 你的声带都是你的咖啡店 你在发音的时候 你的声带也是一样 你的声带绝对不是只有一点在震动 没有 我声带没有在动 你的声带是很多地方同时在震动 很多地方同时在震动 然后那个坡就会叠成在一起 我们说这叫做复合坡 他的坡就是一个复合坡 是很多坡复合在一起 你听到声音的高低 取决最大声的那个坡 但是很多小坡跟他复合在一起 你听到是个很复合的很复杂的坡 而且这坡就跟你的指纹一样 基本上每个人的坡是什么坡一样 基本上每个人的声带长得不一样 对不对 就算譬如讲得厉害一点的 做吉他的人 他做出来每一把吉他的声音都会一样 不一样 一定不会一样 如果你耳朵够厉害 你不听到 那这音色不一样 我喜欢厚一点的 我喜欢轻一点的 我喜欢薄一点的 你能感觉不一样 那就是音色的问题 那就是音色 没变起来都不一样 什么 那变成说有些人说 我这个琴拿回来之后 我可以要在上面加点什么装饰 你用背个背刀 可是有时候你在经过这样的改装 你的音色会跑掉 所以你就要加小琴 不是随便加 就是音色 音色是一个复合坡的概念 有问题 没有问题 看你的朋友是什么 但是没有人要理我 因为这个最久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神速 这部分很有趣的一个点是 古兽的人都以为 不是古兽啦 大概 十 十 十九世纪 我们十九世纪 飞机做出来之后 谁发明飞机的 我 曼秀雷尊 他说谁 曼秀雷尊 哪一队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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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家三兄弟 不是 不是我们家的兄弟 侯家兄弟 来队兄弟 不是 等一下 是那个 曼秀雷哥还有面书利达姆 你要坚持 哪一队兄弟 我坚持我的想法 你可以坚持 你可以坚持 没关系 你要帮我解释 我没有帮你解释 你坚持你要你自己解释啊 不对 因为曼秀雷哥跟面书利达姆 是好兄弟 好 然后他呢 会坐飞机 他们两个姐妹 飞机上常常都会载他们 你知道吗 他们姐妹嘛 啊 我输了 曼秀雷哥是什么 曼秀雷 我们说啦 他们发明飞机 是让这件事情错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飞机记 他们是错的 这不是他们发明飞机 事上飞机是很多人早就发明的 只是他们两个手机 是第一个让飞机 飞起来 载人 而且可以飞很远 用载人的方式 他们是发明 中山飞机 可以飞得比较远的 麻雅文化一定早就有 可能有 但是没有记录 而且没有传下来 那来这时候他们把这个飞机呢 他们就两兄弟嘛 就两个猜拳 弟弟输了 第一次说好不好 我先试试看他 我上去 他们摔过很多次 有受伤过 但是后来就 很顺利的飞了 好像飞了几百公尺吧 哇 没有没有没有 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 第一次很顺利的飞 很厉害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好 然后 然后接下来的飞机 就越改越快 越改越好 越改越大胎 然后就很多人 就开始偷偷飞 外观就把它包起来 对 你看二十道康的电影里面 开飞机的 基本上就是没有 那个罩子没有 它就有个挡风玻璃 对 这个挡风玻璃 它旁边天气好不好 然后手一摸 嗯 天气蛮冷的 就知道了 对 它就是只有 这样感觉很好笑 很好笑 所以以前那时候 开飞机的飞行员 穿很厚的衣服啊 他穿毛衣啊 他带起来 臉机又包起来 因为太冷了 速度很快 很冷啊 他那嘴巴不会掉 挡风玻璃啊 飞机就挡风玻璃啊 我说他啦 对啊 飞机就挡风玻璃啊 那是要怎么弄 对啊 他就是要 穿那个比较厚的衣服啊 帽子啊 揉起来 这个人太高了 那时候全部照起来 那时候全部照起来 不是那么好做 那没有空调吧 呃 我觉得早期的技术 没那么厉害 比如说你那个 窗户的密合不是很好 那飞机出的很快 只有你密合不好 那整个就会 飞走啊 破掉啊 那盖子会破掉啊 你盖子如果没有盖好 书都那么快 然后就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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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走了 对啊没有照进去 对啊 left fallamente就倒霉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只有前面的 打风玻璃 打住到你的风 直接吹到颈起来 你看不见嘛 要从没有看不见 所以最早再没有打风玻璃 就就造个 那个护目镜而已 也有 那 飞机越飞越快 那时候大家 一家去的事情 是飞机的障碍 叫什么 叫音速 就有人說 你飛機再快 都不可能超越音速的啦 他們等下超越音速的 你飛機再快都不可能會到光幕術 光幕術是飛不到啦 但是音速那時候 大家就有說 音速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你超過音速會發生一個大爆炸 你飛機會爆掉 音障 不是智障 音障 智障 打音障 這個大概叫音障 飛機的速度超過音速的時候 因為前面累積的能量太大 你會撞不過去 你撞過去的時候就會產生一個大爆炸 所以當第一台飛機 設計出來的時候 這台飛機就可以超過音速的時候 沒有人敢飛 沒有人敢飛啊 不是來建筑歌 軟體很大 因為這隔了大概 至少30年了 從來建筑的速度超過音速的飛機 差不多30年 30年 那誰去飛啊 那後來就有空天飛機沒有啦 美國的空天飛機就自願去飛啊 那第一個挑戰 挑戰音速的飛機也成功了 就嚇人沒事 大家想說 原來就這樣聲音超過音速也不會怎麼樣 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很大聲 就你超過的時候會聽到爆炸聲 所以它飛翼射擊的非常接 基本上飛翼射擊的非常接 這個尖底要突破那個音牆 這個音障的這個牆 那你可以看到 下次我 等一下也許有空我就可以拿一下照片給你們看 下兩個 它穿過音速的時候 因為它累積的關係 所以它的聲音會被累積到一定很大能量 所以穿越的那一沙浪呢 這個飛機旁邊會形成一個這樣的雲 這邊是雲霧的現象 繞著它一圈 很像那個彈捲明星 還這樣一圈 哇 感覺很像一個 很像一個裙子 它是白色的 你以為看動畫好棒 沒錯啊 尤其是他們戰鬥機飛得很快的時候 它確定做表演嘛 它貼在海裡邊 砰砰砰砰 就看到一朵一朵的裙子跑出來 蛤 為什麼會 因為它砰砰砰砰 它穿越的時候會瞬間減速 因為那個音障的關係 不會 如果連續的話 那個裙子會貼它身上 如果它速度沒有那麼快 就差不多音速左右的話 會穿過停下來 穿過停下來 就會變成連續 會變間接性的人 會變間接性的裙子會出現 那能不能衝不過 穿過什麼 光速 光速目前沒有能力 目前沒有能力穿過 這很帥 只要衝八分鐘就可以到地球 就可以到太陽 可以找人憋細胞吧 衝過去 應該沒到就應該不見了 溫度很高耶 它只會蒸發而已 對 就不見了 衝衝看嘛 有時候攝影機太大 這是超音速 超音速的時候 產生一個不一樣的現象 那如果音速很低呢 刺音速 刺音速就是比較 我們目前來講 比超音速大得低一點 就要刺音速 目前的飛機 在天空飛的飛機 通常大概就是用0.8倍的音速 或者0.7倍的音速來飛 這個M是馬赫 馬赫的意思是 一倍的音速就是馬赫 我們現在的飛機 戰鬥機的話 有時候可以飛到大概1.5馬赫 甚至更厲害的飛機 可以飛到2馬赫 都有可能 沒有辦法飛到20馬赫 20馬赫 很難 像飛彈喔 飛彈 飛彈 飛彈它開箱 1馬赫不一定 它隨它都 你剛剛講嗎 音速 每個點的音速不一樣 音速有的快有的慢 跟你的壓力跟所在的問題有差別嗎 好 什麼 一般的子彈 一般的子彈大概是 有沒有知道音速 有稍微音速 一般的子彈大概是4馬赫 3馬赫 光的子彈都會有一點點 一倍 你沒有看到耶 1馬赫對 速度很快 一般的子彈大概是3馬赫 出槍口速度還是3馬赫 那幾馬赫是光速 光速是3乘10的8次彈 蛤 你給我聽嗎 然後我們存在300 大概是1乘10的6次彈 所以是幾馬赫 所以大概是100萬馬赫 光速大概是100萬馬赫 然後我們現在飛機只能飛2馬赫 對對對 飛機現在就快要飛2馬赫 然後飛機現在大概是4馬赫到6馬赫之間 4馬赫到6馬赫之間 4馬赫到6馬赫 用20馬赫要繞進去一圈 我們不要討論這種問題 好 那 對 就是 擦一波吃一波 其實這樣還有一種很低很低的一波 上次我看過的一個周恩姐 他說 那是 那是很低很低的一波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 這樣 而且這樣聽到聲音聽不到 我們耳朵聽不見了 我們耳朵聽得見了 下面大概是20Hz嘛 對不對 聽不記得 20Hz 它的聲音是產生大概是 可能10Hz到5Hz之間 基本上人聽不見 可是人會很不舒服 為什麼 蛤 因為它還是一個很大的能量 因為它還是一個很大的能量 對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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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可以這樣 那這種聲音 這種聲音很低的時候 它會讓你不舒服 欸 不想起來 我手機有個 有個頻率 我昨天安裝了 有沒有臉 欸 各位聽一下 那這是一個比較高的頻率的相波 那我特別安裝的是 防紋 對 防紋的 因為 虛紋的 我昨天 睡在座底下 很不舒服 溫子很多 我就下載了這個 好 欸 我覺得好像有點笑 這個層次還有點笑 我也要下載防紋 明天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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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欸 你跟我下載一樣 欸 遺族掉了嗎 怎麼了 被刪掉了 你跟我下載一樣 你跟我下載一樣 對 那我怎麼開呢 你有聽到聲音是不是 蛤 你現在有聽到聲音嗎 蛤 你已經播了 那你為什麼我聽不到 不知道 哎呀好難聽喔 我老頭嗎 為什麼我聽不到 聽不見就是有問題 所以你聽得到 我聽不見了 你在播 你有問題 我聽得到 你聽得到 我會再試播 你如果聽得見 你舉個手 很大聲 很大聲 好像有耶 好像有 沒有 這是那個18K 這聲音 這頻率是18K 你那聲音叫什麼名字 多頻驅呼氣 這個很吵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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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 有時候耳朵震到聲音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有聽到耶 是不是也聽不到 有聽不到 有聽到嗎 有聽到嗎 很長唷 有到現在也聽不到 有啊 有啊 你有問題 有問題 你現在聽著嗎 現在這是14K,剛剛第一次是18K 18K之後可能很多人聽不清楚 到17K以後就開始有冷靜的電 到14K你們聽起來就很難聽 然後放一下比較低的音量 這只有10K 奇怪這聲音為什麼,我看來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 為什麼會這樣 這我就聽得見了 你們聽得見嗎 我聽得見 什麼時候當然是在見 我聽得見,你不要聽得見 什麼態度 我要拿出來吵人家上課 這是你 我現在知道 這樣你聽得見嗎 下課 我聽見了,中生 我要拿出來吵你們上課 我聽得見 他問我他這個人時候 我這個人時候 我這個人晚上 也要認識 他媽媽 那時候,就是我們 到晚了